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充 这款美颜相机太神奇了 只要拍照后美颜保存 拍照者的长相就能变成美颜后的效果 如此神奇的事此刻正发生在一所诡异的中学里 某天该中学来了位临时班主任 班主任除了教学任务外 还负责学校的咨询室 专门为有困扰的学生解决各类问题 第一天一个叫阿琪的女生去了咨询室 阿琪的困扰是 她遭到了同学们的孤立 其实原本阿琪有几个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但某次朋友们欺负了某个同学 善良的阿琪出于同情 向班导打了报告 自那以后 阿琪被朋友们视为叛徒 并遭到欺负和排挤 阿琪想要挽回昔日的友情 想让欺负她的同学受到惩罚 班主任似乎看穿了她的心思 她给了阿琪一张卡片 卡片上是该班所有学生的名字 她让阿琪在上面画线 想要建立关系的 就画线将两个人的名字连接起来 想要摧毁一段关系的 就在两个名字之间的线上打一个叉 阿琪将信将疑的画了两条线 将自己的名字和排挤自己的两个同学 连了起来 没想到现刚连上 两个同学便跑来和她说话聊天 不到片刻 阿琪便拥有了两个好朋友 但还不够阿琪还想拥有更多朋友 班主任表示可以办到 但要求阿琪用自己的血签一份契约 阿琪渴望友情 二话不说便签下契约 契约签订后 阿琪瞄准了某个最常欺负她的女同学 交女孩的名字和另外两个同学的名字中间打了叉 果然刚打上叉 两个同学便像着了魔似的 立刻不再和这位女同学说话 阿琪当时便对着女孩冷嘲热讽 她就是要让女同学常常被孤立的滋味 之后阿琪又将自己的名字 和班上几乎所有同学的名字连了线 又将那位女同学的名字 和班上所有人的名字之间打上叉 从那以后 几乎所有同学都成了阿琪的好朋友 所有人全都围着她转 相反的 曾欺负她的女同学 却和以前的阿琪一样惨 遭到全班的排挤 阿琪一边说话了友情 一边对女同学又有种抱负的快感 然而所有同学每天都叽叽喳喳的 围在她身边 阿琪甚至没有一丁点的私人空间 时间久了 她开始厌烦 甚至想要恢复原状 然而班主任却说 为时已晚 卡片内的关系一旦化好 同学之间的关系便无法改变 她还提醒阿琪 关系图不能受损 否则将无法使用 阿琪只好继续忍耐 可某天被同学们围着团团转时 一瓶水不小心洒到了关系图上 阿琪和她暗恋的男同学之间的线 被水浸湿 请客间 刚才还围着阿琪转的男孩 立刻回过神来 甚至她都不知道自己几分钟前做了什么 阿琪不堪同学们的环绕 独自跑去天台 此时那位被孤立的女同学打算寻死 阿琪见状 哀求女同学下来 女同学被说服 不再想不开 可她再也无法原谅阿琪 正烦心时 一大群同学冲了进来 同学们将阿琪围在中间 每个人都想成为她最好的朋友 纠缠间 关系图掉在了地上 经过同学们的踩踏后 这张神奇的卡片完全受损 顷刻间 刚才还围着她的同学们 又像中了鞋似的 全都离她而去 看着沦为废止的关系图 阿琪顿时嚎啕大哭 她赶回教室 可无论她如何祈求 所有同学全都舞动于衷 就仿佛她是个不存在的透明人 不久后 阿琪神秘地消失了 与此同时 班上多了一张空座位 座位上写着一行字 不要去咨询室 更奇怪的是 那天以后 所有同学全都不记得 阿琪这个人 似乎这个女孩从未存在过 这个班级的离奇故事还在上演 男孩阿哲擅长打架 无奈实力上总是区区第二 以至于学校老大的名号 一直是另一个男生的 阿哲的不甘心 似乎被班主任发现了 班主任让阿哲去咨询室 并在她的手腕上 落下一个挑战的印章 据说这是成为学校老大的机会 自从盖上这枚印章后 阿哲便开始了刻苦练习 发誓一定要夺得 学校老大的称号 第一次比赛 阿哲惨败收场 可奇怪的是 惨败后阿哲竟在班主任的咨询室醒来 就仿佛 试台的比赛只是长梦 班主任告诉阿哲 如果挑战输了 手腕上的这枚印章 会让他回到当下的时间点 然后不断地循环练习和挑战 直到他赢得比赛为止 但要想让时间循环 阿哲必须用写签订契约 为了赢得学校老大的尊位 阿哲毅然签约 从此阿哲不断地练习 不断地在挑战中失败 也不断地回到最初的时间点 终于历经多次失败的阿哲 掌握了打败对手的方法 多日后 他逆风翻盘 赢得挑战 顺利取代对手 成了学校老大 成为老大后 阿哲不仅在昔日对手面前 扬眉吐气 更是拥有了 无数对自己点头哈腰的小弟 他开始收保护费 开始和昔日老大的女人交往 然而渐渐地 阿哲的行为 引起小弟们的不满 其中一个小弟 更是离他而去 此外 学校老大的名号 为阿哲招来了 越来越多的对手 开始不断有男生 向他提出公开挑战 某次挑战中 阿哲落败 失败后 他再次如大梦初醒般地 回到了班主任的咨询室 这是规矩 只要输了挑战 他就会回到咨询室 回到最初盖章的时间点 接下来 阿哲再次开启了时间循环 和当初一样 不断地练习 不断地迎接全新对手的挑战 最后在无数次失败中 艰难地取得成功 尽管守住了学校老大的位置 可某次阿哲发现 昔日离他而去的小弟 竟坏了一对一 单挑的规矩 不仅群殴自己的手下 甚至将昔日的学校老大 拉进队伍里 一群人和阿哲一个人打斗 阿哲毫无意外地被打败 惨败下的阿哲 逃到走廊尽头的一面镜子前 奇怪的是 他居然在镜子里 看见一个女孩朝他求救 那是早已被所有人遗忘的阿琪 很快一群小弟围殴而上 阿哲无力抵抗 最终消失在了漆黑的夜色中 阿哲神秘消失后 和阿琪一样 所有同学没人记得他的存在 与此同时 班上又多了一张 似乎从来没人坐过的空桌椅 桌上还有一枚 挑战二字的印章图案 班长逸琳和小徐 去咨询室递资料 在咨询室 他们发现了和桌上图案 一模一样的印章 以及两份奇怪的契约书 然而契约书上用写写成的签名 他们毫无印象 与此同时 这个班上的诡异故事还在继续 阿言是个热爱写作的女孩 她常常告诉同学们 说自己有个近乎完美的男朋友 据阿言说 男友人在美国 她身材修长 长相帅气 更兼有艺术家的气质 但几次下来 同学们便发现 阿言的话漏洞百出 根本是在撒谎 为了戳穿阿言的虚荣和谎言 同学们故意嚷嚷着 让她和美国的男友视频通话 阿言很是尴尬 还好关键时刻 班主任让她去了咨询室 班主任给了阿言一本日记 让她在本子的飞页上 写上自己最想要的东西 阿言写了 她最想要的是一个帅气的 眼里只有自己的美极寒意男友 此外 她还想拥有一个 痴迷于自己的跟踪狂 对阿言而言 这样的愿望足以满足她的虚荣心 写完愿望 班主任便让她将本子放下 回到教室 称惊喜就在后面 回到教室的阿言再次被同学缠上 又是让她和美国的男友视频通话 阿言正无计可施 不想这时 班上转来一位男同学 奇怪的是 男孩不仅是美极寒意 就连身材长相甚至名字 都和阿言在日记本中写的一模一样 此外 男孩更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向阿言诉说思念 仿佛她就是阿言曾远在美国的完美男友 阿言觉得不可思议 班主任却说 只要是阿言写在日记本中的 都会在现实中成为真的 果然 新转来的男孩 向全班同学解释 称阿言并没有撒谎 从那以后 阿言和男友 成了令全校羡慕的情侣 女孩的虚荣心 总算得到了满足 然而某天 男友悄悄问阿言 接下来 他们的故事该如何发展 阿言这才意识到 男友是自己 在日记里创造出来的人物 他们之间的恋爱故事 会随着他所写日记 情节的演进而发展 为此 阿言却找班主任 想要回那本神奇的日记 班主任却称 要想永远地拥有这本日记 阿言需要和自己 用写签订契约 为了永恒的虚荣心 阿言二话不说 签下契约 签订契约后 阿言彻底拥有了这本日记 并开始在本子上 描写自己和男友的恋爱情节 比如男友会在人群中 给他送花 或在图书馆陪他看书等等 内容一经写上 立刻便会画作现实 阿言和男友的浪漫恋爱 语发让人羡慕 然而这样的浪漫 并没有持续太久 某天阿言听到某个女同学 八卦自己贫穷的家境 气氛之下 阿言在日记本上写下 希望女孩消失的话 结果刚一写下 男友便将女同学 推下教学楼 女孩受了重伤 阿言却心生自责 她在日记本里写下 希望男友对自己感到厌烦 果然日记刚写好 男友便与阿言保持起距离 可阿言没想到 事情的进展 渐渐超出了自己的控制 男友竟打算寻死 她是阿言创造出来的 没有阿言 她无法活下去 为了阻止男友 阿言急忙在日记里写下 男友重新爱上自己 并希望好好活着的话 句子刚写好 刚刚还想不开的男友 立刻转变态度 拥抱阿言 但同时男友也发出警告 让阿言以后 要写自己可以接受的故事 意识到无法掌控局面的 阿言再次来到咨询室 她不想再写这本日记了 她想活到从前 然而班主任却冷酷地拒绝了她 作为日记的创作者 阿言需要对故事和人物负责 无奈之下 阿言决心烧掉日记 然而刚刚烧掉日记 男友竟一身烧伤地 出现在她面前 作为被阿言创造出来的角色 男友已经和这本日记 合二为一 被烧得半死不活的男友 则怪阿言抛弃自己 阿言在惊恐中逃入校开设 可怕的男友却一路紧追 逸琳和小徐正在设立 筹备学校的宣传海报 二人恰好撞见这一幕 然而此刻男友已经追了上来 面对阿言 男友多多相逼 对她而言 只有阿言的爱 才能让她存活 男友步步比紧 阿言正焦急 不想一个黑衣人忽然出现 将男友制服 阿言这才想起来 黑衣人是自己创造出来 满足虚荣心的跟踪狂 为避开跟踪 阿言躲入走廊尽头的一面镜子前 可惜黑衣人已经追了上来 随着暗夜中响起了一声尖叫 阿言消失了 逸琳和小徐原本一路保护阿言 可阿言消失的同时 两人都很纳闷 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此处 逸琳捡到一本被烧了一半的日记 很奇怪 日记里有班上同学的名字 可对于阿言和男友的名字 两人却从未听说过 就仿佛这个爱幻想的女孩 他们从不认识 小徐是个业余摄影爱好者 他曾拍下阿言男友的照片 照片上男友校服名牌上的名字 和日记本里的一模一样 这让小徐与逸琳忍不住怀疑 或许这个男孩他们曾经认识 小徐偷拍的另一张照片上 出现了班主任的身影 而站在班主任对面的 是个似乎在哪里见过 但又完全陌生的女孩 这个班级的神秘故事 还在一幕幕上演 在秀是个成绩优异的学生 可无论他怎么努力 每次考试总是屈居一林之下的第二名 对于自己万年老二的排名 在秀十分不甘心 班主任让在秀去自己的咨询室 并给了男孩一罐神奇的饮料 很奇怪喝下这罐饮料后 在秀忽然神思清明 记忆大增 对于书上的内容 更是一幕失航 瞬间理解 某次考试 别的同学还在审题 在秀却已经达完了整张考卷 在秀意识到 是那瓶饮料帮了大忙 他再次来到咨询室 希望班主任告诉自己 购买这种饮料的渠道 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班主任告诉他 大脑的储存空间有限 要想将书本上的知识 全都装入大脑 在秀就必须删除 脑中其他的记忆 在秀答应了 只要能考上第一名 他什么都愿意付出 就此在秀与班主任签订契约 签订契约后 在秀按照班主任的指示 来到教学楼的某个拐角处 并发现了一台老式的 饮料贩卖机 以及一罐饮料 在秀依然购买饮料 随后喝下 果然之后的考试中 他再度一记绝尘 令所有同学大感意外 然而渐渐的在秀的大脑 被书本知识所占据 其余的记忆却渐渐被淡化 一次好哥们向他提起 两人曾一起玩过的某款游戏 可在秀对此却毫无印象 又是一次购买饮料时 在秀发现自己的手指上 写了一行字 一天只能喝一罐 那是签订契约之前 班主任提醒他的 然而问题是 在秀不记得 自己今天是否已经喝过了 更严重的是 他开始不记得 班上同学的名字和长相 为了保存记忆 在秀在手臂上 写满提醒自己的话 比如要记得 某个男孩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甚至他还写了 便利贴藏在口袋里 提醒自己 要在记忆完全消失之前 结束与班主任的契约关系 可惜记忆的消失 不受大脑控制 某次 在秀居然一口气 买了一整个书包的饮料 因为他早就忘了 自己今天已经喝过无数罐了 因为喝了太多的饮料 在秀的记忆逐渐大面积消失 他不记得唯一的好哥们 不记得教室的位置和自己的座位 他唯一记得的是 装满大脑的教科书知识 现在的在秀 与其说是个考试天才 不如说更像个一无所知的傻子 其中考试结束了 在秀如愿以偿拿到第一名 可现在他后悔了 他想要回到从前 凭借着在手臂上画下的咨询室位置图 在秀找到班主任 他希望结束起缘 找回自己丢失的记忆 然而班主任却残酷地拒绝了他 因为记忆一旦丢失 便再也无法找回 他建议在秀将以前的记忆背下来 这对如今的在秀而言 应该用不到半天时间 在秀却深知书本可以背诵 可记忆里的感情却无法死尽应背 对他而言 这些珍贵的感情和考试成绩一样的重要 被班主任拒绝后 除了课本知识以外 在秀失去了所有其他的记忆 他忘了家在哪里 忘了自己的名字 除了课本以外的一切东西 他都觉得陌生 某次壮弱痴呆的在秀掀起秀子 里面写满提醒自己的话 其中一句便是 某个男孩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在这句话的提醒下 在秀找了朋友 两人高兴地玩了最后一场篮球 结束后朋友约他去看电影 在秀却选择拒绝 并向朋友道了句明天再见 然而在秀知道 自己再也没有明天了 漆黑的夜里 已经失去所有记忆的在秀 在班主任带领下 去往一条漆黑的走廊 那里是他消失的地方 在秀消失后 班上又凭空多了张空桌椅 椅子上写着两句话 那是在秀在记忆消失的前一刻 对自己的提醒 提醒称 别忘了自己的名字 以及最要好的朋友 依林和小徐觉得奇怪 他们问在秀最好的朋友 是否记得在秀 朋友却一脸蒙 他完全不记得 有这样一个人存在过 在秀就这样 消失在了所有人的记忆里 在秀消失后 另一个女孩的故事正在发生 女孩小夕是全校工人的校花 去年学校的宣传海报上 小夕和校草作为形象大使 共同出镜 然而今年宣传海报却换了模特 是个长相不亚于小夕的一年级学妹 有不少同学都说 这位学妹比小夕漂亮 不仅如此 一直和小夕交往的校草 也选择和她分手 并在分手后 依然和那位学妹交往 小夕顿时感觉到了容貌危机 她开始化妆打扮 发誓无论如何都要守住自己笑话的封号 某天小夕收到一条带有链接的信息 点开链接后是某个美颜相机的安装程序 好奇之下 小夕安装了这款应用 并开始了自拍和美颜 可诡异的是 美颜后的效果居然上脸成了真的 如今的小夕就和开了美颜后的样子一模一样 很快 小夕再次成为同学们关注的焦点 就连男友都回心转意 回到了她的身边 小夕正为此高兴 美颜相机却提醒她 体验版的使用时间只剩五分钟 果然五分钟一到 随着相机里的美颜效果消失 小夕的脸也恢复成了原状 小夕询问客服 哪里可以买到正式版 客服回复 让她去学校的咨询室找答案 小夕来到咨询室 班主任四世已经等她多时 班主任告诉小夕 这款美颜相机是自己朋友开发的 她可以帮小夕拿到正式版 但作为交换 小夕需要与她用血签订契约 小夕果断签约 并就此获取了美颜相机的正式版 从那以后 她变得愈发的光彩照人 学校里男生迷恋她 女生想要成为她 男友更是被她拴得死死的 然而小夕的心思全在手机上 每当手机电量低于某个百分比时 她都会毅然放下眼前的事 并敢去充电 这是班主任对她的提醒 必须让手机保持有电的状态 如果手机没电了 或者遭到损坏 这款程序便无法再使用 此外 班主任还提醒她 使用该程序的次数不能过于频繁 否则被删除的不只是程序 还有小夕本人 可惜沉迷于美貌中的小夕 并不懂班主任的弦外之音 某次 小夕发现 男友和那位一年级学妹 还有来往 气氛之下 她往女孩的身上淋了一整瓶水 谁要是和她抢笑话的封号 她便河水滚不去 为了彻底成为所有人心中 无颗裙盖的笑话 小夕不顾班主任的提醒 使用美颜相机的次数 愈发频繁 一次 她正打算将自己 辟成爵士美女 不想 竟看见相机里的自己 变成了可怕的怪物 小夕心下惊恐 然而更可怕的事 还在后面 女同学全都缠着小夕 让她传授变美的方法 争执中 小夕的手机 不顺摔在了地上 随着手机屏幕摔碎 小夕的脸在镜子里 也裂成碎块 她尖叫着逃离人群 并躲入眼波厅 给手机充电 可惜手机已经坏损 无法充上电 小夕绝望支持 这时 逸琳和小夕赶来 这些天发生的事 已经让两人 察觉到了异常 就在昨天 他们偷偷摸进 班主任的咨询室 并在里面 找到了一共 五份契约书 其中一份的签名 便是小夕 逸琳百思不得其解 就在这时 镜子里出现了 另一个逸琳 和现实中 热情善良的逸琳不同 镜子里的逸琳 带着邪恶 透着无情 逸琳觉得一阵头疼 在看时 镜子里的自己 已经消失 逸琳怀疑 一切诡异的事 都和班主任有关 为了验证 逸琳让小夕 偷拍了小夕的照片 她相信 用不到多久 小夕也会神秘消失 此刻 逸琳与小徐 追到演播厅 二人向小夕 打听班主任的事 小夕闻言 将美颜相机知识 说了出来 到如今 女孩的关注点 还在自己的容貌上 她觉得手机损坏了 自己也变成了 丑陋的怪物 但其实 在逸琳和小徐的眼里 小夕容貌 并没有丝毫改变 然而此时 刚情上倒映出来的 小夕的脸 俨然是个 面目猙獰的怪物 小夕尖叫着逃离 这时男友来了 男友言理的小夕 也丝毫未变 可她对小夕 感到失望 在男友看来 小夕和自己在一起 只是因为 自己是校草 是可以配得上 她的存在 男友很想念 以前的小夕 那个小夕 简单漂亮 不执拗 不疯狂 小夕恍然大悟 她删除了手机里的 美颜相机 然而与此同时 小夕本人也被删除了 消失了 逸琳捡起小夕 掉落了手机 那一刹那 她记起了所有 包括曾经发生过的事 曾经消失的同学们 可奇怪的是 刚刚回忆起所有 逸琳便从睡眠中 醒了过来 小夕告诉她 自己将消失同学的名字 发到校报上 结果还真有人认识 这几个人 那人发消息让二人到特别班来 两人都很纳闷 他们还是头一次听说 学校有个特别班 然而感觉一看 二人发现 之前消失的那几个同学 就在特别班里 更离奇的是 几个同学神色诡异 像是被操控的提线木偶 好奇时 班主任来了 班主任让二人删除 校报上的内容 似乎是不愿让同学们 消失的事被外界知道 之后一临去洗手间 这次她竟再度在镜子里 看见了另一个自己 镜子里的逸琳一脸冷笑 说用不了多久 自己便会出现在镜子外面 心神不宁下 逸琳再次来到特别班 她发现 消失的同学们 似乎出现在了一面镜子里 逸琳质问班主任 失踪的同学 到底都去了哪里 不想班主任去反问 真实的逸琳是怎样的人 事实上早在此刻之前 逸琳就已经去了咨询室 只是她自己浑然不知 当时班主任曾问她 为什么要寻找消失的同学 逸琳表示 只是出于班长的责任心 班主任却一语戳破她的谎言 她早就看出来了 真实的逸琳并不像表面上的那样完美 她也有着自己的缺陷和邪恶 逸琳不解班主任的意思 班主任提醒她 可以在镜子里找到她想要的答案 如果逸琳找回来想要的东西 那么消失的同学们都将回来 但如果找不到 逸琳将和那些同学一样 被永远地封印在漆黑的镜子里 班主任拿出一个沙漏 逸琳有两个选择 一是在沙子漏光之前找到答案 二是选择忘掉一切 重新回到教室 毫无疑问 逸琳选择了前者 与此同时 她与班主任之间的契约成立 下一秒 逸琳出现在了镜子的后面 透过这面镜子 她可以看见走廊上的同学们 然而无论她如何呼喊 却始终没有人发现她的存在 为了找到答案 逸琳在镜子所处的空间内寻找起来 这里一团漆黑 楼梯的墙面 画满稚嫩的画 其中变化有班主任逸琳以及小徐 正专心看帅 一个小女孩出现在走廊 令逸琳诧异的帅 眼前的女孩 竟是小时候的自己 小小林带着逸琳穿越楼梯 可无论她们走多久 爬多高 每次居然都停留在同一层楼 似乎是遇见了鬼打墙 小小林告诉逸琳 自己每天都能在镜子后面看见她 但镜子前的逸琳似乎很悲伤 小小林希望逸琳可以快乐起来 可以不用在乎别人的眼光 女孩的话令逸琳感伤 正如班主任说的 表面上的她是个样样出色的模范生 但其实真正的她和普通人一样 有着无处宣泄的邪恶 和备受压抑的欲望 她并不完美 逸琳被困在镜子里时 另一个逸琳正在镜子外面的现实世界取代了她 嘉逸琳各种叛逆 她在学校化妆 在教室里跳舞 做着一切真正的逸琳 想做却从未做过的事 某种意义上讲 她是逸琳真实内心的外化 渐渐地一直跟在逸琳身边的小徐 察觉到了异常 眼前的根本就不是她熟悉的逸琳 她发现逸琳偷偷将一个沙漏藏在了储物柜里 而那个沙漏她曾在班主任的咨询室见过 小徐偷出了沙漏 逸琳发现后步步紧追 此时的小徐更加认定 眼前的女孩绝不是自己喜欢的姑娘 小徐和假逸琳的一举一动 都被镜子里的真逸琳看在眼里 真逸琳着急时 班主任出现并提醒她 时间不多了 逸琳急于从镜子里出去 班主任却不肯告诉她出去办法 只是给了提示 对身为班主任的她而言 这里是天堂 那么对逸琳而言呢 逸琳略经思索便恍然大悟 对班主任而言的天堂 对她而言便是噩梦 换言之她只是处于梦里 根本没有同学消失 也并不存在所谓的神秘班主任和契约 小晓琳以及所发生的一切 都只是她做的一个漫长的梦 逸琳见不得阿琪有好朋友 不屑于阿哲用暴力解决问题 讨厌阿言为了满足虚荣心而撒了谎 看不上成绩趋于自己之下的再秀 极度小心被人羡慕的美貌 在内心一安眠的作用下 逸琳将五个同学全都拉入了自己的噩梦 她创造了一位神秘的班主任 用以窥探五位同学内心的欲望 并一步步引诱五个同学 在无法掌控的欲望中走向灭亡 小晓琳是她在噩梦中 回忆起来的童年纯真 境外的假逸琳是她内心的邪恶和欲望 领悟一切后 逸琳决心面对一切 面对那个真实的 不堪的自己 既然是在梦中 逸琳便可以随心所欲 她来到镜子外的现实世界 与假逸琳或者说她内心的邪恶 正面相处 在假逸琳看来 真逸琳就是个胆小鬼 没有逃离现状和做出改变的勇气 更不懂得该如何获得幸福 既然如此 她便要取代逸琳 要让她彻底黑化 说吧 假逸琳奔向真逸琳 可真逸琳却毫不畏惧地张开双臂 她愿意接纳这个真实的 不堪的自己 也愿意做出改变 随着逸琳的勇敢面对 刹那间假逸琳消失 班主任随即打了个响指 真逸琳立刻从噩梦中惊醒 大梦初醒后 一切回到原点 逸琳梦中消失的同学 全都回来了 阿琪和朋友们开心地打闹 阿哲为低年级的学弟劝架 阿言仍在写着充满幻想的日记 在修个好哥们一起打篮球 爱美的小夕高兴地照着镜子 准确来讲 现实中的一切从未变过 逸琳告诉小徐 自己好像做了一个漫长的噩梦 可梦的具体内容 她已经记不清了 逸琳忘了一切 但小徐却知道 这场噩梦的全部内容 因为在逸琳的梦里 小徐是第一个来到咨询室的 当时班主任交给小徐 一个特殊的相机 只要用相机拍照 就能知道被拍之人的秘密 小徐曾拍过逸琳 因此深知 她内心邪恶的秘密 也知道这场噩梦是由其阴暗面创造出来的 但如今是否记得已经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 逸琳透过这场梦重新审视了自我 面对欲望 最后的班级合影中 班主任消失了 因为从始至终 她都只是逸琳所做噩梦的一部分 本剧结束 好了 今天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